從畫面中可以看到轎車駕駛 一見到園警 趕緊上前請求幫忙 隨後警方是趕快開啟警車 還有鳴笛協助來開刀 原來這名駕駛車上 有一名懷孕八個月的孕婦 在要去產檢的途中 卻肚子痛甚至冷汗直流 駕駛這才趕緊請求警方協助 現在來看當時情形 事發在十八號中午十一點多 高雄三民區大順二路 這名增性駕駛從屏東帶著老婆 要到博愛二路的婦產科進行禪檢 沒想到妻子在途中 卻突然出現症痛 在園警的幫忙下 原本要三十分鐘的路程 縮短道只花八分鐘 就抵達醫院 也順利將妻子送一安胎